台南归人三代同堂家族22号确诊再加一 在不满6岁的男童染疫之后 照顾他的妈妈也确诊了 确诊的妈妈14号匡列居隔当天采婴 16号发烧2采婴 20号孩子确诊后妈妈也采婴 但21号阳性确诊CT值31.94 三采婴再转阳成为家族第五位确诊者 之前也PCR做过三次的一个检测都是阴性 所以我们研判是刚感染刚发病 归人十人家族有一半感染 台上儿子来拜访半小时全家族遭殃 包括长子夫妻两个儿子以及二媳妇都中标 三代同堂十个人三大两小已经五人确诊 而这五人中每个症状都出现发烧 专家推测应该是在家里 没戴口罩有关系 进到我们体内的量太多 等于是敌人太多的时候 你的防卫的力量就很够 你就比较会严重 19862长子确诊居隔五个人 他的两个儿子确诊也分别居隔23和25人 目前居隔53人 现在全家还有五个人在隔离 虽然目前都采婴 但三弟儿子已经出现发烧 就怕又是阴转阳 家族扩染恐怕还要烧下去 就要来关张 看人报道